然后慢慢慢慢你就会放下 脱离束缚 不会被他绑住了 像各位现在你要想 这个现在什么会让你最痛苦 你要把它写出来 我生病 还是我怕死 还是我怕穷 还是我怕我儿子不见了 还是我怕我老公不爱我了 你要把它写 那这些就是你的束缚 那你要用空性去把这个看清楚 看清楚不是说你不要你儿子了 你不要你家庭不是 而是你才不会为这个事情的痛苦 再来你就你不痛苦了 你就能够超越情绪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把它弄得更好 不然你一情绪化一情绪化就吵架 就骂 所以就像有些人病 病到后来会自杀 就是这个意思 谁不生病 但是他忍不了 他忍受不了 他就干脆自杀算了 这个就是没空性 因为他一直在想到后面会更苦 后面会更苦 他就没办法 所以他是有空性或是发展另外一种力量 就还可以超越这个身体的痛苦 甚至他找到了方法 或努力的去修行 根本这个病苦就会不存在了 但是如果他没有这样去思考这个问题 他就会被病苦打倒 所以各位要培养诸法如幻影的觉知 首先各位要对你现在在忙的任何一个事情 你都要用空性的一些真相的眼光 看每天都要 一天都不能停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念一遍心经 然后把心经的这个空性 来关照你现在所接触到的 见闻觉知的任何一件事情 分析它 分析它你才懂得去用它 第四来 在你尚未领悟诸法如幻影的本质之前 首先必须否定诸法在本质上的真实性 包括自己的自我 不先否定存在本质上的真实性 就不可能见到诸法如幻的本性 所以各位必须先否定你认为存在 现在人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他是坏 而是他这个人的个性 有一种固执 你不能讲他 在某一点你不能突破他 你突破他 他可能会翻脸 甚至有时候 我对出家人 我如果给他讲到某一点 我就知道他可能会还俗 因为他不可能接受 他不想突破这一点 他就会算了 我不出家了 也就是说他有他的固执脆弱点 他连这个都放不下 所以他就有限度就卡在这个地方 但是事实上各位 一切一切你所认为的 最后的灵界点都是没有的 你不能保护自己这一点 没有一样都是真实存在的 首先你必须否定 诸法本质上是没有这个真实性的 包括自己的自我 连这个都没有的 那你才会自在 你称赞我 我也不会怎么样 你骂我 我也不会怎么样 不然有时候你会很喜欢别人称赞你 很怕别人说到你 这就是因为你有强烈的自我 那就很难办事了 如果就修行来讲就很难了 第五 如何培养空性的领悟 必须透过理性的分析 与思维过程来真正洞悉空性 要明了诸法均无本质上的真实性 最有效 最有说服力的方法 就是去了解诸法的缘起 这个缘起 这个麦克风为什么会存在 它的过程 从这个过程去分析 你就知道 哇不可思议 而且从这个过程就知道 这个东西是不稳定的 所以一切一切的过程 你都要去分析 这叫诸法缘起 从缘起里面你就可以找到信控 一切的缘起法 都不是永恒稳定单独存在的 那各位你不要听我这样念很快 这些东西你叫 拿到蜡烛 蜡烛呢 是这些油 那油搞不好是提炼了 是牛奶也好 是麻油也好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灯芯 这个灯芯呢 然后加上这个火的助燃 还给它一个氧气 如果没有氧气也不行 所以它组合起来 就会产生了这个光 所以那这个光 一直一直在刹那 因为油一直在提供 空气一直在提供 因为缺了其中的一个条件 它就不存在 那各位一定要 每一个东西都要这样分析 你现在的感情 事业 身体 手 脚 眼睛 都这样去分析 分析到后来你就不会执着它 我的眼睛是什么组成的 这些眼皮 眼睫毛 眼睫毛是拿来遮这个 怕这个脏东西弄进来的 不是把它弄藏好看的 知道吗 但是你要一直去分析它 分析它你就觉得 哎呀我干嘛去装这个 太累了吧 然后我的眼睛的组合 它是什么 你要一直分析 分析到后来 那眼睛的作用又在干嘛 是在看 看什么 看美的 没有那会造成痛苦 看 看哪里需要我帮助 你还要分析 从空里面才分析到有 不但不知左眼睛向 我的眼睛是要来看 哪里需要帮忙的 看经书的 看佛像的 看哪里需要帮助的 原来我眼睛的这个 存在的本词是虚无的 然后它的妙用呢 是在救苦救难的 那是在看真理的 所以你要 什么事情你都分析过 然后不能不能分析一次 你要一段天天练习一次 天天练习一次 针对你现在所执着的那些东西 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说 必须透过理性的 理性就是中性的 不偏哪一边的 分析跟思维过程来真正 洞悉空性 所以各位呢 在这一点真的要麻烦各位 要花点时间 有些人真的好喜欢修行 师父我每天到道场来 但他不分析了 他不分析了以后 事情产生一个变化 就撞不住 他翻脸了 所以不管什么事情 你都要分析 分析以后 你会相信这是个因缘果报 都有过去式的因缘果报 你会能够接受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 哎呀 他已经 算我上次人缘的 很久我没算 本来你就缘的 不是算你 本来你就缘的 本来的 这是必定的 不是巧然的 这是个夜报 那你要这样来去 告诉自己正确的观念 你要不要让负面的 这种习惯跑出来 所以各位要经常 理性的分析 跟思维的过程 最好的方法就是缘起 这个诸法的缘起 要不断的去分析 那分析久了以后 你的脑筋会变成很细 就像现在的电脑 电脑可以把什么东西 都给它组合 都给它分开来 然后再组合在一起 再分开来 再组合在一起 再分开来 再组合在一起 如果一个人要 懂得修理车子 就是要把它拆开来 再组合在一起 拆开来 它就会修理车子了 同样 你要修理人 你要把它分开来 再组合 你修理人 就是要帮助别人 你首先要破我 我执 你要分析自己到无我 然后呢 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 所以各位要 真的要花时间 我想我们现在 并没有这么忙 每天早上 到你家顶楼 像我以前 很喜欢到我家顶楼 坐坐 躺在那边 看空 上面的空 看久了以后 就看到自己的心 除了有飞机小鸟 经过另外一回事 因为你会觉得 那个不在意 因为 久了以后 因为你看久了以后 你就不会想太多 然后就一直思维到内心 深处 要让自己有空间 去思维 什么东西都分析过了 那你就会 像刚刚梦章老二上讲 红毅道是这样 他什么事情 都很慎重 然后才作业 所以什么事情 都很顺重 要分析得很清楚 整个局势 整个怎么样 才去决定这个事情 结果他姐姐就经常胃痛 为什么 他姐姐很急 他要想两年 他已经 都没聊了 但是各位 这个事情你要想清楚 今天女生 把他说 师父我要结婚了 我说好啊 想清楚 再想几天 再想再想 如果你在任机 想 想清楚 师父 我不结婚了 那想的 想清楚了 你终于想清楚了 然后你真的要结婚吗 那是你的因缘 但是你能够面对的 因为可能会产生 什么状况 你都知道了吧 不是那个快乐 不是说 因为两个相爱 所以每天就 对讨对 每天你看 我看你 就会快乐的 但是以前会结婚会觉得这样 因为我离不开他了 我找到一个我爱的人 我要跟他结婚 我好快乐 我好幸福 那个叫很肤浅 很短视 因为你没有分析 而且他的源起 过去现在 未来会怎么样 你想清楚 想清楚以后 慢慢就超越 那各位要培养 这个思维的习惯 所以很多事情 你就会变成维系 这一点是我现在 必须要强调 因为我发觉 我们台湾人 大家是真的有福报 是有点福报 而且现在做善事 很容易有感应 所以我们就活在 这种快乐的感应里面 但是呢 很甚深的空性的 这种思维方法 就不愿意去认真 那这样以后 我们对法的分析 跟佛法的弘扬 力道就做得不好 第六 缘起的了解 其独特的地方 在于它让我们有机会 在真空与假有之间 找到中道 找到真正的中道 就可以达到对空性的 真正领悟与东西 中道 什么叫中道 你不否定它的有约 不执着空 就是不执着 而却懂得好好使用 我们就要过这种 中道的生活 我不执着我的身体 这个身体本来就臭贫了 四大讲合了 但是我利用我这个身体呢 来拜佛 来利益众生 这个就是中道的思想 中道的思想 也是一个正确的思想 叫八正道 也叫中道的生活模式 由政治界 引起了身口意的行为 不偏 无 不偏有的 所以各位你要去分析 缘起是有 从有里面找到一个 没有永恒的有 只是一个组合的 会变化的 有的存在 一切都是这个缘起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分析它 所以如果你 从这个因缘条件的分析 去了解 那独特的地方 就让你找到 一切都是虚无的 但是虚无不离开有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你要从色里面 这个空跟色 是不及不离的 你不能说它是 但是它也不离开它 它是你有懂的妙用 那从这里面去分析 哎呀 我 我觉得谈感情很苦 我打死出家 不谈感情了 这个是断灭 这个 这个就是一种 你要修阿罗汉的 但是佛教不是的 自私的感情才是苦 但是呢 那一种无私的感情大爱 柔软心 反而你可以度很多众生 各位这一点你要了解 很多人想说 我出家了 所以女人不要看我 我也不看男人 那这样也不行 这样以后你怎么度众生 只能说不能有那种 私心的眼光 看 当然很多女菩萨 师父你这样讲 我看你 你都不看我 我说你看我的眼光不一样 所以我就不能看你 如果你看我的眼光 跟我的眼光一样 我给你看得体感也不一样 所以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 这点要了解 一个空性的眼光 跟一个凡夫的眼光 不刚就不刚 我跟你说 所以这一点还是要了解 第七 诸法相互依赖 缘于彼此而生起 这样的了知本身就意味 诸法并没有独立存在 所以从缘起的观察里面 知道一切的存在都互相依赖 没有空气 没有太阳 没有水 就没有这个桌子 也没有这个麦克风 也没有你 没有国家 没有制度 没有法律 没有什么都不能够单独存在的 特别现在各位看电视 最容易了解缘起 我们家的电视就是世界 有中东 有美国 有南非 有动物 有人 什么都在里面 对不对 因为透过电视 你跟世界都连在一起 而且互相影响 通过电视 以前没有电视的时候 那边发生什么事情 跟我没关系 现在有电视 我那天去日本 师傅你知道吗 日本好恐怖 有人会拿着刀子 在市场杀杀杀 我说 一亿三千万人 只有一个杀 你们就天天都在杀的气氛里面 为什么 透过电视 把这个杀就跑到你家里面来了 这个恐怖就跑到你家里面来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 不能播太多次 一次知道有缘 看看没缘就算了 电视给你播一百次 这个杀 你一定要看到 我们日本通通在杀人 大家就好恐怖 怎么办 所以这个也是个缘起互相影响 所以各位 但是无论如何 至少从电视里面 我们跟每个地方都有关系了 但是这些东西 也是个暂时的存在 一切都会过去的 所以要不断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思维这个分析 分析这个问题 所以就了知 本身就意味着一切 包括爱 包括痛苦 都是暂时存在的 没有一个永恒的痛苦 所以各位痛苦来 你要有这个空观超越痛苦 空是最容易消业痛苦 最容易消业障的 第八 中物法 是在一个由相互依赖和生起的要素 所组成的复杂环境里 源于其他法而生起 这样的领悟 也保护我们不要落入另一端的虚无主义 以为什么 以为什么 都不存在 所以一切存在 只是互相依赖的存在 所以你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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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 我有一次看一修和尚 那时候还没出家 一修和尚在分析 人从哪里来 一分析分析 原来全世界的人都是我爸爸妈妈 因为一直分析 一直分析 都有关系 所以各位 如果你要分析的很久的话 大家都有缘的 所以 所以这些要进入一个参考 所以各位以后拿到什么事情 先分析它 再用它 而且在分析它的过程里面 又加上你所认知的佛法 你所听到的佛教 然后要以你所听到的佛教的观念 来使用你现在在忙的这些事情 我想我们去亲近法师 当我们碰到事情 我们亲近法师 法师 他就是用法 来告诉我们 你如何去面对跟超越这个事情 如果法师不能用法 而只用我喜欢对错 这一种凡夫的 一种在家的这种讲法来讲 那就没意义了 你不用问他 法师的专业是以法的尺度 所以 我们就必须不断地研究佛经 跟思考以法的尺度 来面对这个事情 也来告诉信徒 如何医这个事情 就像医生 他有专业的尺度 来告诉你 病应该用什么药 是这样的 第九 以认万法 只不过是心灵的投射 会让我们产生更大的出离心 因为事实上并没有道理 要对一个表面上看似如此 其实并非的情况产生执着 像我希望各位像我这样念以后 这句话你不要把它跳过去 你要思考一遍两遍十遍一百零八遍 然后没事 这句话我特别今天 不能够马上理解 好像有一点了解 又好像没有了解 就要把它抄下来 打在你手机上面 像我很喜欢在手机前 我留了很多 因为我随时看 我随时看 包括上厕所 我都拿来看 那句话 我不断地在思维那句话 再深入一点 深入到我已经完全吸收了 我就把那句话算掉 你可能要看一年 同样一句话 所以如果各位透过冷静的分析 跟思维的方法 了解一切存在 都不过是一种原起条件复杂 这样存在 你就会认为 原来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东西 不过是你一个想法 也就像反射 就像反射在墙壁上面的一个光而已 那个不是真的 各位你现在所看到的 都是一个反射光而已 就提振万法 不过是一种心灵的投射 所以不需要想要抓住它 各位你会想抓住彩虹吗 不会吗 彩虹在分析 也不过是水气跟阳光的一个巧合 但是这个巧合也是个很好的因果 如果现在在那边唱佛歌 突然出现彩虹 那多好 但是问题是没这个巧合 是因缘条件不具足 所以你要一直这样 一切都只是一个 一个反射现象 你不要认为那是真的 那这样就会让我们产生更大的出离心 所以各位以后不要讲 哎呦我好喜欢它 假的 那些假的感觉 你不要认为真的 有一天有个小撒命 师父 他跪在那边 干嘛 我决定要还手 为什么 我来电 我说不是 你被电极了 可怜 那什么来电 那个东西会下去的 那个会落落地狱的 你不要认为那是真的 所以各位 这些东西不过只是一个你心灵的 因为你有这个空虚 你没有去一直在注意佛法 你只在满足心中的欲望 就像看卡通影片一样 突然看到很喜欢的 但这些东西你也在分析它 将来会如何 你要一直分析 你不能一直停在那个上面 所以 因为事实上并没有道理 要对一个表面上看似如此 那只是假的 事实上并非的这种情况 而产生任何执着 第十 空性的体验 是开悟的精髓 也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发心 菩提心的根本 因为你有绝对空性的体悟 你才会觉得 没有你怎么会是我 你才是我 你的痛才是我的痛 你的快乐才是我的快乐 因为我的存在 是依靠各位的存在 一切众生父母的存在 才有我的存在 所以那个时候 你没有个人的痛苦了 只要能够让别人离苦 把我烧落都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离苦才是我的快乐 根本没有自己了 所以你要圆满菩提心 必须要有这种空性的体正 那空性的体正最好的方法 佛会告诉我们 不要想自己 融入阿弥陀佛 融入极乐世界 融入你的本尊观 都没关系 先把自己抽离 在一个正确的思想行为里面 甚至天天去慈悲 都没关系 慈悲就是利他无我 你也可以慢慢的达到空性 但是如果你能够透过思维分析 去了解众生跟我们的真实的关系 你自然就产生一个报恩的心 感恩 一定要众生 离苦得乐的心 所以那个时候 你会有一个新的生命 不是自私的我的存在 原来是众生才是我 所以 佛念众生 众生念佛 我你有佛性的思考 就空性就是佛性 你就会念得众生苦 第十一 心自清明 与不清明的分别 在于是否了物 一切皆换 也就是万法之空性的本质 所以你内心有没有智慧清明 就是看你有没有 有这个空性 不然你执着哪一点 就不行 我对他很好 对他很好 因为我爱他 然后他讲 我就恨得要是 因为你有分别 你没有一个平等性 那这个时候 你要马上进来 我会 为什么会如此 心之不清明 我执着这边是好的 我这边我是讨厌的 我想各位都会这样 喜欢的人坐在你家里 好快乐 不喜欢的人坐在你隔壁 怨真慰苦 你会有这样子的对立的感 这个就是因为 你内心里面混浊了 你没有就把这个东西 喜欢或不喜欢的本质 给它看清楚 那你就会有一个分别 心肝大事 那你要讲一个圆满的慈悲心 或是发菩提心 那更是不可能 所以各位一定要分析到这个样子 要分析到这个样子 不断地去告诉自己是如此 你知道了 然后再来再来谈 保持觉知的正念 这个才是正确的 然后我内心应该随时要保持这样子 我不能让自己的内心里面 偏到哪一边 不然各位 在还没有学佛以前 在一群人里面 你总是喜欢看某一些事情 看某几个人 喜欢接触那个事情 或是追求有钱 有钱才是我最大的快乐 然后你会认为那个才是对的 然后贫穷是痛苦的 偏偏对不起 拥有贫穷才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超越金钱 超越金钱 然后你再来的懂得使用钱 这些钱 那要干嘛 弘扬佛法 印经 放生 如何推广佛法 有了钱 但是如果你没有空性 就拥有金钱 那你的问题就来了 你就会有私信 一有私信以后 你把这个三宝的钱 变成私人的钱 那就很可怕了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如果要得到快乐 首先要有这个空性 有空性以后才会有大悲心 佛陀说 诸法因缘胜 一切不离开缘其法 一个人得到快乐 或是痛苦 他有他的原因条件 所以我们不断地 听闻思维佛法 就要找到这个原因条件 什么样的原因条件 什么样的缘起 会让我们快乐 什么样的缘起 会造成痛苦 什么样的缘起 会如何 所以因缘生 因缘灭 那我要灭苦 那我要造成什么样的因缘 那这些都能够要了解 所以各位手上 这一本 我们把它编一下 佛教的财富法门 愿我编这本 愿我生生世世都发财 但是我发财的目的 不为我自己 要这样发愿 愿各位看到我 就发财 愿公司快倒了 我去 他又起死回生了 事实上我这辈子 就是这样 有些人是来散财的 有些说 北部说 我钱哪好 他都老五百贡 都去 那有些人 你给他一些 他五百会变五千 五千会变五万 所以我们要 修菩萨道 要修道有福报 为什么 诸佛菩萨 在他因地发愿 若我成佛 称我名号 念我咒语 见我形象 得世间财富 更得出世间财富